太极艺人Lisa在昨日完成工作之后返回泰国 距离上次回国已过去三年 粉丝们纷纷准备了欢迎横幅 欢迎Lisa回家 而在泰国社交网络上 关于Welcome Home Lily等相关词条也登上热搜榜单 据新闻报道 Lisa最近前往巴黎和罗马 参加完Seline和宝国里的相关活动之后 Lisa与韩国工作团队分开飞往泰国 此次回国也是Lisa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三年来首次回到泰国 此外Lisa也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 非常想念泰国终于可以回家了 此次Lisa回国 前来接接的粉丝和机场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很兴奋 拍摄的照片上Lisa穿着鹅黄色卫衣私服 粉丝调侃说这个卫衣颜色正好和泰国相匹配 因为它与泰国流连的颜色简直一模一样 可以看出泰国人民对Lisa也是相当的喜爱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Bpa透露 将要以两亿泰铢的价格邀请Lisa 来参加2022年普及岛道道际式活动 阿努廷先生认为 这个举动对国家及社会本身也是极好的 但是就个人而言 这是一笔不必要的花费 泰国媒体猜测 此次回国的Lisa将与家人一起庆祝生日 希望Lisa在泰国玩得开心 爱的含舍 每日解说最下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